1月17日 据美国拳击媒体披露 自身拳击推广人桑普森 在接受采访时谈到了他眼中的168磅实力对比 尽管阿瓦雷兹目前还把持着超中量级四条金腰带 但桑普森觉得阿瓦雷兹并不是这个级别最强的 至少有两人都能干掉他 桑普森在职业拳击圈摸爬滚打了几十年 什么样的拳手他都见过 目前他是前两度WBC超中量级冠军本纳维德斯的推广人 而本纳维德斯将在今年3月与普兰特进行WBC过度金腰带争夺战 桑普森表示 本纳维德斯和普兰特的交锋 我认为是6比4开 如果本纳维德斯和莫雷尔较量 说实话也觉得是5比5开 但不管怎么样本纳维德斯和莫雷尔都能干 掉阿瓦雷兹 这个级别谁面对这莫雷尔都不会被看好 阿瓦雷兹也一样 如果阿瓦雷兹放弃168磅金腰带 本纳维德斯和莫雷尔可能会在今年9月开战 事实上桑普森的话 虽然会让阿瓦雷兹及其粉丝感到郁闷 但说的也是大实话 阿瓦雷兹近几年一直在精挑细选对手 始终不敢接受本纳维德斯的挑战 总是以对手名气不够为由来搪塞比赛 其实就是心虚怕输的表现 而莫雷尔的实力更是恐怖 如果阿瓦雷兹和他交手 不排除被KO的可能 莫雷尔身高1米85 臂战1米98 有重拳有技术有体格 阿瓦雷兹更不可能和他比赛 如果阿瓦雷兹想躲避本纳维德斯和莫雷尔 唯一能保全颜面的办法只有升级了 但升级还有比沃尔和贝特比耶夫两座大山 可以说目前的阿瓦雷兹到了骑虎南下的窘境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